那接下來我們就請東吳大學法律系的陳教授 那等一下齁 因為我們第一輪的花園 大家通通花園過了 那還有沒有醫院在花園第二輪的 那如果有醫院花園第二輪 那請到這邊來登記 好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很榮幸有這個機會來參加這個公聽會 那明天各位先進的這個意見之後 我綜合做一點補充 我個人的資料寫在這個公聽會的紀錄裡面 有一個法律諮詢意見書請大家參照 剛剛有先進委員提到這個稅法 是不是避免重複課稅的問題 那實際上我們課稅就像有人說像拔鵝毛 那麼拔鵝毛拔一根拔兩根拔三根 拔第二根的時候就是重複課稅 那所以呢這個其實我個人是把它理解為 是像養雞生雞蛋 那麼養雞生雞蛋生了十顆雞蛋 拿走課稅首先拿走一顆雞蛋 你還可以繼續拿第二顆雞蛋第三顆雞蛋 第二顆雞蛋以下的都是變成重褲課稅 但是可不可以呢 我們憲法上還是可以的 主要的比如說我們所得稅跟財產稅 在學者的研究他也是重複課稅 那麼消費稅跟特別消費稅 後戶稅官稅N9稅營業稅 這也都是在重複課稅啊 所以重複課稅並不是就被法律所禁止的 這可能要先理清這樣一個法律上的一個問題 主要就是課稅是涉及到侵害到憲法上保障人民的財產權 所以要符合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不要過當 所以德國聯邦憲法院提出一個觀點 就是半數理論 就是你的這個知息啊 所得剛剛講的養雞生雞蛋啊 十顆雞蛋啊 你可以拿走最多拿走五顆啊 不要超過半數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所得稅財產稅加在一起啊 不要超過他的知息租金的所得的50% 作為他的一個上限 這個所謂的半數理論半數原則 那第二個呢就是課稅要注意到公平的原則 也就是租稅的正義啊 租稅的正義 那我們本案的情況呢 法人公司法人跟自然人股東 到底有沒有重複課稅 實際上在法律上啊 我們不認得重複課稅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這個何教授提的這個意見裡面啊 OECD三十幾個國家呢 世界各國呢 公司跟股東呢 他還是分開給他課稅 那只是說經濟上 可能會不會有點重複負擔啊 給他減輕 減輕 而不是完全的 採取所謂的完全的扣底法 那代表的意思啊 就是說呢 實際上公司是獨立的法人 在法律上是獨立的人格 那麼公司的所得不代表 就是自然人股東個人的所得 兩個是分開來的 所以在法律上我們不叫做重複課稅 頂多只是說有一種重複的 部分的重複負擔 因此他採取的一個策略就是 部分的涉算扣底 部分涉算扣底 所以現行的做法 是符合世界各國的一個進步國家的一個立法律 世界的潮流趨勢 所以首先呢 他有他的正當性跟合法性 第二個呢 我們說這個有沒有 這個違反這個所謂的 法律不追訴既往原則 我們所得稅是採取年度稅 期間稅 所得是在當年度 經濟活動適時滿足啦 課稅要件 這個時候成立納稅義務 我們根據大法官過去的解釋 717號啦 或者是其他這個 620號解釋啊 都有去提到一個觀點就是 如果我們的課稅要件事實的滿足 實現的時候 已經是落入新法時代 那麼就要適用新法 適用新法 這個沒有違反法律不追訴既往原則 那我們說 公司的營與分配 明年呢 104年開始 公司若有營與分配 那股東拿到這一筆所得啦 那麼就適用 今年修正公布的法律 明年呢 才開始適用 所以這完全沒有涉及到法律不追訴既往原則 因為我們的營與分配的經濟活動 是到明年才實現 明年才實現這個課稅要件 所以因此啊 這不涉及到法律的不追訴既往原則 那當然大家可能會考慮到說 那我過去這個保留營餘是想說可以結稅啊 那現在以後不能結稅啦 那這個是設計的是過去我們納稅人採取結稅的策略規劃 那這個結稅策略規劃可能有法律風險 那麼你今天享受到過去享受到結稅的租稅利益 以後結果沒有辦法享受租稅利益啦 那麼這個是自己要承擔這個法律的風險 因為你過去你結稅的利益 人家沒有結稅啊 像我們以這個保留營餘的分配來講啊 剛剛這個有先進提到喔 我們現在保留營餘的話呢 他實質的租稅負擔只有25.3%啊 可是我們的納稅我們的薪資所得者 勞動所得者最高稅率40%咧 所以呢過去是一個不公不義的租稅政制度啊 所以因此我們這個保留營餘啊 給他減輕課稅這麼多啊 本身就違反憲法上的公平課稅原則 我們是建議立法院應該針對這個問題啊 加以解決 加以解決 因為這樣一個不公不義的法律制度 將來施行啊 只是把它回歸到正土而已啊 回歸到這個這個大家公平課稅 有所得就要課所得稅 都是適用40%的稅率啊 你當年度拿到所得 道法官解釋也講 所得個人所得稅是採取這個 縮負實現年者 也就是會計學上所謂的現金縮負制 你既然今天明年度拿到所得 薪資所得者要繳稅率40% 難道你這個說我可以少繳一點 那這樣不是不公平嗎 所以大家這個要想一想 我們的資本利得的課稅 跟勞動所得的課稅 到底誰不公平 我覺得不公平是薪資所得者不公平 因為我們薪資所得者在稅法上二等國民啊 他的成本費用是不准擴除的 我們教授他是類為薪資所得者 我們所有的成本費用都不准擴除 今天我是一個律師的話 我的成本費用百分之百可以擴除 我如果今天經營生意 事業工資行號 成本費用百分之百可以擴除 我覺得我們立法院應該針對勞動所得者 在稅法上二等國民啊 要加以解決才對啊 我們憲法規定要保障勞工啊 要保障勞工的這個權利啊 結果我們在稅法上是 是享受不公平待遇啊 我們這只是稅負啊 累進稅率要百分之四十四十五啊 而且成本費用都不能擴除 以毛收入當所得課稅啊 這個問題我覺得立法院應該重視 所以我們建議立法院應該再舉辦一個公天會啊 探討薪資所得者在稅法上 是不是做到不公不義的待遇啊 這才是我們保障我們廣泛的 勞動階級的人的一個基本人權啊 所以我們今天只是希望回歸到公平課稅原則而已 所以我個人認為啊 這個案子啊根本沒有涉及到 這個法律不追溯就好 剛剛先進我提到 說他過去可能保留英語啊 這個是做租稅規劃啊 講白一點這是專法律漏洞 這是脫法行為租稅規避行為啊 你沒有實際上的經濟活動要來 要來增資要來投資設廠 而只是純粹為了要租稅規劃呢 然後故意保留英語不分配 我覺得我們財政部應該頒布一個解釋令 這個是已經是違反立法者的一個立法目的 沒有正當性的一個租稅優惠啊 專法律漏洞應該補稅才對啊 我們過去就是太寬鬆啦 對資本利得呢 夠度的寬鬆 我們就產生不公平的待遇 對勞動所得者來看啊 是一個不公不義的一個租稅制度啊 我們是建議應該從這方面來導正 其他的我們就請各位先進參考 我的一個書面資料 謝謝 東吳大學的這個陳孝壽發言得非常有力氣 大家剛剛都想睡覺了 結果他的聲音很高亢 我發覺我們這些財經官員都笑呵呵 大家嘴巴都笑了 他沒有不可憐 但是我們今天是來該公聽會 那當然是正反兩萬都有各意見 只是說齁 那個腔調很大聲 剛好我們這禮堂是超大的 還容得這個噪音喔 好